大家好老韩 今天咱们请到达拉斯地区的本田Pilot的真实车主 小杰哥来聊聊他的本田Pilo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 点亮小铃铛 首先我先啰嗦几句哈 本田Pilot定位于me size跨界SUV 用本田自己的话属叫me size family SUV 首带车型面世于2002年 可以看出来呀 由于当时大环境的影响 Pilot多少沾点社会 多少带点硬派特征 不管是从车程结构啊 还是从对外宣传 都是带点硬派特点 但从第二代第三代 由于硬派SUV的日子不好过 Pilot也就成为了纯公路行驶的过日子的SUV 现款Pilot为第三代产品 2015年开卖 这些年呢走过来 汉兰达成为了Pilot心中难以绕过的节 这么大气的本田都在官网上 极力地展示对汉兰达的优势 现款Pilot配的是3.5升V6发动机 加9速自动变速器 目前现款车型分为6个档次的配置等级 除了顶配和熏黑版 只有四驱之外 其他的版本均有前驱和四驱选择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小杰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比较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个呢是它带这个车道保持功能 因为我这个是基本上是周末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出去 然后开高速比较多 有了这个车道保持功能 基本上我开高速 手机要搭载方向盘上 一些细微的就是车道的调整啊什么的 它都会自动帮我去做 就开起来会非常非常的省力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点 现在基本上我开车都会开到 另外呢这个它会带座椅加热和座椅通风 这个夏天和冬天都会比较舒服一点 这个第二排呢是带座椅加热 没有座椅通风 还有它的这个换挡杆呢是按键式的 这个其实洗光了之后呢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因为没有这个挡霸嘛 所以这一块地方会比较空一点 感觉会更宽敞一点 原车自带的CD这样子 小孩子如果是长途的话 看一会儿动画片电视会 也会不会那么无聊 空调的话它是分三个区域 这样子前面左面后面 都能够设置到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温度 这个车呢它这个会带这个换挡拨片 但实际上呢我其实一次都没有用过 因为确实也也不是性能车嘛用不到 但它会带一个方向盘加热 会比较舒服 尤其是现在天比较冷 第二排呢是带一个天窗 也是会敞亮一点 视线基本上我开过的车里面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在高速上面 就不会说因为超车的时候 因为视线受限会影响影响驾驶 视线坐姿也比较高 然后呢第二排的 尤其它第二排座椅的话 它是两个独立座椅 所以第二排的话 坐的人会比较舒服一点 空间也比较大 尤其当初买这车很大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它空间比较大 导航页面以及系统的话 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直接开着地图在这里 然后导航的话 其实这个地图我是蛮喜欢的 基本上不会有出错 也基本上能够可以给我一个比较合理的路行规划 以及有这种的交通的实时的提醒 这一些都还挺实用的 基本上我保养都是在低乐去保养的嘛 然后基本上每次去他们要保养什么 让我做什么我基本上都做了 小如果是小保养就比较便宜嘛 可能七八十块钱就好了 如果是涉及到他们说 就是相对来说项目比较多的时候 最多的时候我好像花过七八百的样子吧 其实还好就是小保养的时候比较便宜 换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就会贵一些 因为当时主要有一点是 最大的项目是变速箱油 好像是在三万卖的时候换的 然后他说的是因为我这个变速箱是 而他们本田的变速箱是 就是九个档位和十个档位的 都会要好像是比较多的变速箱油 和要用机器什么的 那个比较贵一点 他当时还那个处理的人 还专门来跟我解释了这个情况 其他的项目就是 就还好 当时有跟什么其他车比较吗 想要买一辆就省心一点的车 基本上就可能只是在看日系 我看了一下Toyota的 然后但是可能内饰 我可能觉得就比较 嗯不是太喜欢 Toyota的海兰的 对 然后在 就基本上就是 看本田了嘛 然后本田的话基本上 就这辆车 基本上也没有太远 太去看其他的车了 就 顶配有什么配置 西野你买的顶配吗 配置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丰富 它有那个ACC的跟车 自动跟车 然后是车道保持 防碰窗预警 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两个天窗 然后带DVD 因为我小孩 所以可能后排带个电视 比较看重 还有是第二排的那个 独立座椅 两张 然后我老婆和小孩 都坐得比较舒服 再加上他 呃我们基本上 不会用到第三排 所以基本上 我是第三排 全部是放倒着 因为我们可能 两周出去采购一次 采购东西比较多 有吃的有用的 然后就比较能装 所以基本上 哦还有一个是 第二排也带座椅加热 所以基本上 这些配置的话 都是我想要的 平时也都用得到 所以就选了这个车 那你买这个车之前 你开的是什么车 我之前是开了一辆 克莱斯拉的 Time Country 它的minivan 那车就比较多的问题 所以我在换车的时候 我卖了之后换车的时候 第一个想法就是 一定要买一辆 可靠性比较强的 这是我刚考虑的第一位 因为基本上 这辆车是我们周末 全家一起出去做的车 就是我其他都可以忽略 但一定是不能把我们全家 是尿在尿在半路上 这是第一位考虑的事情 听你这个话里话外的意思 在那个车上受伤不小啊 基本上我应该是不可能 去考虑每一系车 我就举一个例子 当初我那辆minivan要去保养 那我原本预计可能半小时 一小时就好了 结果里面的工作人员就跟我说 发动机有点有点问题 让我之后放在那里两个礼拜 直接买了多长时间发动机有问题 半年不到 半年不到 发动机有问题 对他还要恭喜我 是在保质期内 就是是免费的 就怎么把一个对不起你的事 变成了帮你忙了是吧 对 所以当时我被他说了忽悠的 也挺开心啊 就是免费的 不用我花钱 后来回到家 这个是越想越不对劲 这个质量 我那么心脉怎么能够换发动机 对我只是去做个保养 然后还有各种问题 很多平时就是发电机 座椅等等的非常多的就是小问题特别多 最近卖了两辆车嘛 一辆是当时的Clazler的minivan 还有一辆是Honda的Code 然后这辆车我都是卖给CarMax的 然后我的minivan拿去CarMax的 那是我第一次卖给CarMax 然后他们前前后后查了一个多小时 我再休息等了降近一个小时 然后当时我以为可能他们收车比较严谨 比较仔细 比较仔细 后来我去卖HondaCode的时候 基本上他们就花了5到10分钟 查一下里程 查一下保养记录 查一下CarMax的事故记录 然后就给我开check了 我就说这样就好了吗 然后工作人员就跟我说 对这个只要这样就行了 作为美技车主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就说相差太大了就是 那像你第一台车买的是minivan 那第二台车为什么没有考虑minivan呢 因为也是克莱斯的质量 让我对可能 整个懷疑整个minivan行业的时候 对整个minivan就是印象会非常不好 包括它驾驶起来的行驶的品质 以及各种小毛病 所以就想说就换个SUV吧 就暂时当时是就没有再考虑minivan了 那这个车目前你行驶了38000多迈 目前的油耗怎么样 油耗基本上20的MPG出出 20出出头 相对来说不能算低吧 但是也还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那这个车在你买到手之后 有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基本上除了轮胎被扎过两只钉子 灯在里我连这个前基盖都不需要开 一点都不用管 只是到保养时候 它会有亮灯提示我要保养了 其实它真的是非常省心 就基本上是达到我当初购车的预期 那这个车你买来之后 你觉得让你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最满意一点就是空间方面 空间方面尤其是第二排 因为我们可能周末出去 可能要开一个小时车两个小时车 然后小孩我老婆都是坐在第二排 他们就坐得比较会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这个是我最满意的 那这个车买回来有没有什么 你最想吐槽的 那就是它的那个自动启停 自动启停真的是就是开车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 你等红绿灯的时候如果忘记关 然后突然发动机发动一下 然后你立即踩油门的话 车会有个比较大的顿坐 就特别不舒服 我非常不喜欢就是这个自动启停 那你觉得这个车你会长期持有吗 在那个前几个月 Toyota的那个Sienna刚出来 新款的刚出来 我也是当时看到你的视频嘛 就觉得 因为我买车 因为这个是家用的 肯开中第二排 然后它的顶配第二排是带那个腿拖的 所以我当时非常心动想要换那辆车 后来发现它是四缸的 它不是六缸 然后如果是我看了一下 网上的评价是如果是急加速的话 会非常的吵 所以我就后来就说 哎暂时先不考虑了 所以这辆车基本上 我如果要换它肯定不会是因为它自己本身有问题 一定是其它新车出来了 有其它的点打动到我了 我才回去换 这辆车本身 但我一点没有任何想要换它的理由 即便是换车也是喜新的 绝对不厌旧 可以这么说 如果视频前有朋友想买这个本田Piler 你对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建议就是 我觉得就是 基本上本田你如果查到它是正常保养的 就年份只要不是特别久的 我就觉得可以就没有出过事故了 直接就买就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对于预算比较敏感的话 我建议是卖它的中配 因为我当时买车的时候 它的中配可以给到比较大的优惠幅度 只要是就是它的Elite以下 它都能给到好像是 当时是可以给到5000甚至5000多一点的优惠 相反顶配倒给不了太大优惠 对因为我问了几家低了 我一开始以为只是那家低了不愿意优惠 我跑了两家还是三家低了 都是这样子 都是说顶配以下优惠比较多 他们的说法是他们卖的比较多 车多 车多 顶配就是很难卖 就是说卖到这么高的价格 然后买的人也少 所以它的各种配置就是说的成本也高 所以就会优惠非常少 我当时可以说是比中配的话 优惠可以少了3000以上 我有看过就是他们的就是inventory 然后基本上顶配就真的只有一辆两辆每个地了 但如果是什么EX AR EX什么的就是一大把 我去他们财务是付钱的时候 那个可能是新来的就是那个他们的那个财务 还说了一句我们店还有这么贵的车 因为Toyota的内饰我一直都不太喜欢 然后本田的话相对来说我比较能够接受 我觉得可能更年轻一些 然后加上可靠性 其实我觉得本田跟Toyota是没有太大区别 正常使用的话不会有太大区别 在视频的最后 你还有什么想对朋友们讲呢 我觉得就是Honda Pilot是一定不错的驾驭车 做的也挺舒服的动力也还不错 然后各项各方面的那个性能啊 或者是可靠性都不错 只不过有一点它的装载的能力 绝对是不如midivan的 这一点因为我是从midivan换过来的 所以我特别的清楚 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是它底盘高 所以的话你搬东西尤其是重的东西 会比midivan吃力很多 midivan它底盘低就很轻松就能搬上搬下 第二点就是它里面的装载的空间 也是确确实实是不如midivan的 然后相对来说是还可以的 但如果要去拿跟midivan比的话 就还是欠缺不少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 如果家里小孩子比较小的话 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因为midivan它是侧移门 电动侧移门 所以小孩子对于小孩子 上下车会特别方便 这是SUV 然后包括我有小孩 买了这辆车之后 尤其是小孩开车门的时候要注意 我小孩就是开车门没有拦着点 直接有撞到别人的车 撞到一个小洞 然后车主还在车上 就当场就赔钱还得赔礼道歉 但是如果是midivan的话 就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有利有弊吧 谢谢大家 以上为小杰哥的pilot的视频 希望透过真实车主的分享 能够为对本田pilot有购买意向的朋友 提供些许帮助 不断的也有朋友陆续表达了 对这种真实车主 分享视频的这种题材的喜爱 那么只要大家喜欢看 咱就弄干就完了 最后再次感谢小杰哥 感谢大家观看 以上视频 谢谢大家